大家好,我是陳浩陽,Andy Chad 私成Carlix Eosissimo的創派掌門,Toni Diego 我是香港創立Carlix Brotherhood 並推廣菲律賓魔杖超過20年 希望能夠站為一班自同道合的香港人 繼續將這一門實用的民族武術傳承下去 去分享屬於我們香港人的菲律賓魔杖比賽 在我們的比賽中,選手可以利用兩種方法得分 第一種是攻擊得分,成功擊中對方的頭部 身體 雙手被護甲保護的範圍 都可以從每一位計分員獲得一分 即是一次清楚的Clean Heat,你應獲得三分 第二種是跌三的得分 亦即是以任何合法的方法解除或者奪取對方的兵器 明確令對方失去兵器的控制 可以從每一位計分員獲得三分 共獲得九分 為了避免選手長期前抱,亦都沒有D3的意圖 裁判會以前抱後兩至三秒暫停,並分開選手 再重新比賽 因此D3得分會由場內的裁判決定 分別向三位計分員示意,並列入最後的總分 三位計分員會同時為兩位選手計分 根據以上兩項得分的方法累積計算 賽事不會因單方面得分而暫停 因此互敲或擊中後被護擊 會令雙方同時得分或無分 本賽例的宗旨,希望參賽者有足夠的保護情況下 過入實戰 展現所學的技術 因此裁判會對長時間互敲的選手作出提醒或警告 亦建議計分員不要將互敲的分數計入總分 鼓勵參賽者Clean Heat得分 裁判及計分員在比賽前 會對評分準則及態度作出一致的裁定 而確保比賽結果不會造成大大的差異和裁決 如最後選手得到一樣分數 會將犯規次數納入判定因素 如犯規次數一樣,或者沒有犯規 就會進入這個90秒的加時賽 如果90秒後依然同分 則繼續重複直至優勝者出現 準備 來 來 得分說了這麼多 下一條影片將會當作犯規的事項 和處復的方法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